我们来看第二节 教育研究的过程 既然是一个过程 他就一定会经历一定的步骤 那么这节课里边 我们会学到五个大标题 其实这五个大标题 同学们就可以把它当成 一道完整的简答题来进行记忆 在考试当中 也是有一定的出题频率的 那么同时的每一个步骤当中 也需要有些我们去注意的地方 现在我们就进行具体的学习 选择研究课题 这是我们进行教育研究的第一步 你首先你得选好题目 你得知道你要去研究什么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一个好的研究课题 必须具有以下的特点 你才能够去选择它 在这个问题当中 考试的时候可以出单选 可以出判断 也可以出多选题 所以在这里希望同学们 能够把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呢 能够理解并且记住 我们来看首先第一个 选题必须有价值 就是这个问题 如果你给它研究清楚了 你是能够对我们的人类发展 有意义的 再看第二个 选题必须有科学的现实性 其实这句话就是在说 它必须具有科学性 又必须具有现实性 好再看第三个 选题必须明确具体 在这里曾经出现过单选题 或者是判断题 也就是说 当你看到一个题目说 我们的研究课题选择 应该尽可能的广泛 那么同学们要知道 这种说法就错了 再看选题呢 必须要新颖和独创 以前人家已经研究过了的 那么你尽量去避免 最后呢 选题必须具有可行性 这个选题选好了之后 你不能说选完了就放那了 它为的是你进一步的研究 所以说呢 这个选题必须在你选择的时候 就你要想好 我们到底接下来 怎么去展开 是不是能够去展开 我们的研究 好这是第一步啊 再来看第二步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的教育文献的 检索与综数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 你应该去查阅各种各样的资料了 教育文献的检索 我们先来看啊 文献检索的作用 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 它是贯穿研究的全过程的 这样一个步骤 因为你整个的研究过程当中 你必不可少的 你一定是要去查阅相关的资料的 在任何一个阶段 都可能会需要一些新的资料的帮助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教育文献检索的方法有哪些 查阅文献资料的途径有很多 即可以利用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有几个啊 目录 索引 文献 文摘等检索工具来进行 也可以利用什么呢 联机检索 光盘检索和上网检索等 计算机检索的方法来进行 其实现在 我们说高校当中 如果需要你去写论文 需要做研究的话 多数的这种检索啊 大家都是依靠这个上网的 这种检索的形式来展开了 其中你看 网络检索是查阅资料 最快捷的一个方法 那么这句话 同学们可以把它当成单选题 来进行记忆 接着我们再来看 文献的检索之后 我们要进行综述 那这个综述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你检索来的文献 进行整理阅读思考分析 以及综合概括的基础之上 干什么呢 你可以用自己的语言 将与研究课题 有关的文献内容 给叙述出来 这种棕述里边 往往没有太多创新之处 它更多的是 对你已经去找到的 这些资料的一种总结 加入你个人的一些思考 在里面 在叙述的同时呢 可以根据需要来进行评论 好 接着再来看下一个步骤 就是制定研究计划 资料也有了 题目也有了 现在你就要想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进行研究 那么这个计划呢 需要包含四个问题 这个几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啊 首先研究什么 你得说清楚 你为什么要去研究 就是它的意义在哪里 要说清楚 怎样去进行研究 你的研究的过程 你是怎么去安排的 最后预计成效 也就是说 你预计当中 最后可能会达到 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好 再来看我们的 第四个步骤 就是教育研究资料的 收集 整理 与分析 也就是说 其实啊 这个也是在我们的 整个过程当中 你都要去做的 时时刻刻都可能会有一些 相关的数据支持 需要你去找 在这里呢 你要知道 你需要去收集 需要去整理 需要去分析 好 我们再来看最后 教育研究论文与报告的撰写 这就是我们研究的 最后一步了 出来结果了 你需要把它呈现出来 给大家看 那么它可以分为两大类 实证性的和理论性的 好 第二节我们学完了 其实第二节呢 就是在告诉大家 你进行一个完整的研究过程的时候 应该经历怎样的步骤 五个步骤 首先同学们一定都要把它们背下来 这是一个简单题 那么其中我们要跟大家去强调的是 第一个选择研究课题当中 如何去选择一个好的研究课题 它都需要哪些特点 这是需要同学们去理解 并且去掌握的一个知识点 好 再来看文献检索当中 我们知道哪种检索方法是最常见的呢 网络检索是最常见的 综述呢 就是对你已经找来的这些文献 对它们进行整理 分析 综合之后呢 你再用自己的语言把它们叙述出来 同时可以加上一定的评论 接下来你还要做计划 计划当中呢 有四个问题需要我们去注意 那么关于收集 整理分析 以及最后的论文和报告的撰写 同学们呢 应该对你的书本加以阅读 好 这就是对这节课的把握 好 好 好